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强调 目前在Airbnb上大多数房员都没有报告安装安全摄像头 这意味着政策更新应该只会影响少数房东 已经安装室内安全摄像头的房东必须在4月30日之前将其移除 在此日期之后 违反新政策的房东可能会面临包括在该平台上下架或关闭账户等后果 户外监控摄像头 比如门铃摄像头 将继续被允许在Airbnb上使用 然而 房东必须在客人预定之前向他们披露户外摄像头的存在和大致位置 美国波音公司近期接连传出事故 一名在该公司服务32年的评管经理约翰·巴奈特在2019年担任吹哨者向媒体揭露 波音为了港工生产787型梦幻客机而出现严重评管疏失问题 然而原定3月16日将继续出庭作证的他却突然传出死讯 在过世前几天 他持续为一场针对波音的吹哨者官司提供证词 南卡罗莱纳州验尸关办公室3月12日证实 现年62岁的巴奈特死于自己造成的枪伤 该办公室称南卡查尔斯顿市警方正进行调查 但未透露其他细节 波音则发表声明称公司对此感到悲痛 也门政府发言人表示 美国和英国联军3月11日在护卫商船航行过程中 空袭也门西部多座港口城市和小城镇的胡塞武装目标 导致至少11人死亡 14人受伤 12日早晨 胡塞武装宣布前一天在红海向一艘美国集装箱货船皮诺基奥号发射数枚海军导弹 打击精准 美国中央司令部回应 美军11日出于自卫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实施6次空袭 导致一艘无人潜航器及18枚反舰导弹损毁 美方指认这些设备对红海水域商船和美国军舰构成紧迫威胁 皮诺基奥号则受到两枚来自野门境内的弹道导弹袭击 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坏 英国方面尚未就空袭置评